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科普醫美心知 嗨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其實就是具體填坑 我們有一系列跟大家講解 我們臉上的紋路是怎麼來的 比如說法令紋它是怎麼來的 墨紋它要分哪幾種 那今天輪到的主題就是貓咪紋 這個是一個在醫學上的難題 有人叫它面中溝 me check group 臉部中間的一條溝 它的位置在哪邊呢 簡單講就是在蘋果肌中間的這一條溝 假設我們的臉就像一個人的比例 這蘋果肌的位置呢 差不多就是一個人胸部的位置 大家都喜歡什麼 胸部是比較挺的 蘋果肌大也希望它比較挺 如果你的蘋果肌就有一條溝 就好像胸部就有一條溝 看起來不是那麼美觀 所以我們的這個貓咪紋 會讓一個人的臉 看起來好像很沒有精神 這裡面要特別注意一件事 大家很容易把貓咪紋跟淚溝混在一起 有一些人他既有淚溝又有貓咪紋 所以遠遠一看他會覺得好像有一條溝 從我們的眼角內側一直延伸到我們的臉旁邊來 就一條很長那個樣子 可是這是不一樣的構造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剛好是2022年一篇論文出來的一個圖 我們來看一下 造成淚溝的構造是這一條 這一條叫眼眶固定韌帶 眼眶固定韌帶呢 大家仔細看我的手 它是這樣子畫過來的 意思就是它是沿著眼眶骨的邊緣這樣畫過來的 可是貓咪紋不一樣喔 貓咪紋呢 它是下面這一條 這個叫全宮韌帶 就是顴骨下面這條 所以有淚溝又有貓咪紋的人 你會覺得好像它一條很長延伸過來 其實它是不同的構造 很多人說 有什麼關係 反正它就是一條 你可能會覺得它是一條 但是對醫生人員 因為它是不同的構造造造成 所以它的處理方式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要討論這個 貓咪紋 變美的方式 從儀器 注射 微創 到手術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一個只會注射的診所 沒法給你全面的處理 一個只強調手術的醫師 也不能給你完全的建議 提供全方面的知識 打破商業化的謠言 選擇最適合的建議 動作 我们之前跟大家提的脸上所有的温度形成一定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松弛跟下垂 第二个原因是流失跟凹陷 第三个原因是肌肉 一样我们猫咪纹分成这三型 造成猫咪纹的下垂分两种 你要分辨你是哪一种 大家看清楚猫咪纹是在这个地方吗 那会造成猫咪纹的松垂 第一个就是这一块 眼睛下面这一块组织 第二个是这个韧态下面的这一块组织 这两个松弛跟下垂都会造成猫咪纹 所以如果你今天猫咪纹形成原因是因为松垂 你要判别你是上面的这种type 还是下面这种type 我给大家看一些图 我们眼睛下面这里有两个韧态 一个叫眼眶固定韧态 这就是造成内垢的韧态 这个叫全宫韧态 就是造成猫咪纹的韧态 如果你是属于上面这一块下垂造成的猫咪纹 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这里有一坨 大家仔细看清楚 这件事很重要 这个叫做眼袋 眼袋的下面这个叫做肋钩 这一块叫做全袋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甚至有些医师也搞不清楚 人家的眼袋只有这里 为什么我的眼袋这么大一块 我的眼袋是绿巨人等级的 不是你弄错了 眼袋从头到尾就只会这么大 你会看起来特别大 是因为你可能合并的眼袋跟全袋 那当有全袋松的人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图这个地方 这一块它松的时候 它往下压它就会怎么样 压出你的猫咪纹 就很像有嘴边肉的人 它一往下压 它就会压出你的木耳纹 所以像这一种全袋松弛的人 他的猫咪纹的解决方式 我们要把这个全袋收紧 那全袋怎么收紧 很多人会误会一件事 诶那我这样是不是 我在开眼袋的时候 我就把全袋一起收紧 看起来很近啊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开眼袋的时候 是从睫毛下面这个地方去开 不管是内开或是外开 都是从睫毛这 然后去开这个地方的眼袋 可是你说可不可以开到 更下面这个一样的全袋 其实它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如果你要用手术的方式 去改善这个全袋的话 当然可以 那就变成是 比如我们在手术拉皮的时候 我们在拉中脸的时候 一并去改善全袋的问题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啦 一般传统的拉皮 有的伤口很大 有的伤口很小 不管大或小 不管是传统拉皮或筋膜拉皮 几乎大部分的医师 他们在做都只做到这 从这里这样去扯 他没有做到内侧这个地方来 所以他当然没办法解决全袋 可是像我们在做 三层式拉皮的时候 就是Extended Deep Plane Festive的时候 我们很强调 我们一定要做到内侧 要跨任袋 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比较明确的 去改善你的全袋 然后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 好我们再看 这个是一个更明显的案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全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眼袋 这个是什么 这是类沟 这是猫咪纹 突然间你知道 为什么要弄清楚 这一条沟是不一样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今天只是 类沟跟眼袋 你开眼袋就很好了 你开眼袋的时候 你把这个眼袋移来类沟 你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可是 如果你今天是猫咪纹跟全袋 你用开眼袋的方式 你开眼睛效果是很不OK的 这个时候你要确实的处理全袋 你就要考虑什么 三层次拉皮 才有办法处理这个全袋 所以很多人他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小问题 事实上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mother bag 全袋的处理 在十几年前 在很多医师眼中认为是无解的 他们是用一个方式 你一定很难以置信 什么方式 他直接在这里切一刀 把它缝起来 就是在这里切一刀缝起来 是不是很酷 以后你就可以变成刀面疤心 你说有些白种人 他比较不会留疤可以这样 可是像华人 黄种人用这种方式 真的 医生这样用 没有人受得了的 你就可以知道 以前为了解决 因为全袋造成的猫咪纹 多么的困难 所以要弄清楚 你的猫咪纹 如果是松弛跟下垂的问题 你是属于全袋的松弛 你真正要彻底解决的话 要用三层次的方式 用一般眼袋的方式 不OK的 当然有些人说 我就是不想要手术 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还看 好 那他也有这个问题 事实上全袋一定是老化造成的 没有 有些人他全袋 其实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有了 你看他这有全袋 他没有眼袋对不对 可是他有全袋 那这个时候 他这么年轻 你说要叫他开拉皮 他可能又觉得 好有点早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八字的方式 用深层埋线的方式 这个我有写成一篇国际论文 发表在国际论文上面 用深层埋线的方式 去改善你的拳带 再让你的毛明纹得到改善 坦白说 他跟手术拉皮比起来 效果当然没有手术拉皮好 但是在于一些人 他还没那么严重 或者他不想手术拉皮的时候 那这种八字 环形改善拳带 来改善猫命纹方式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猫命纹第一种 是因为松弛跟下垂 可是我不是说有两种型吗 第一种呢 就是属于全弓韧带 以上这个地方 下垂去压出来的猫命纹 还有第二种 因为松弛或下垂导致的猫命纹 它是哪里下垂呢 它是这一块 苹果肌下半部这一块下垂 我们来看 那有猫命纹 它其实没有明显的拳带 它怎么回事 它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的苹果肌 有一个下垂的状况 本来如果你苹果肌是停的 那就算了 那你往下垂的时候 你往下垂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猫命纹 也会被扯出来 大家听得懂吗 第一种是因为 拳带松弛跟下垂 压出了猫命纹 第二种是因为 苹果肌下垂 扯出了猫命纹 那这种状况 我们要改善的就是 把这个下垂的苹果肌 把它往上拉扯 把它往上提 你的猫命纹也会改善 我们来看 比如说这个案例 它的拳带没有很明显 可是它就是 你看它的下面的苹果肌 它这里下垂了 所以它这扯出了猫命纹 这个时候 我们把苹果肌上提 不管你用八字埋线 或者是用三分拉笔 把这苹果肌确实上提 你就看到它猫命纹 也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这个当然更明显 年纪更大 它也没有明显的拳带 你可以看到它有猫命纹 那它的问题就是属于哪种 属于下半部的苹果肌 下垂扯出了猫命纹 当我们把它的苹果肌 上提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猫命纹改善了 当然它的法令纹也会改善 那我们接下来讲另外一个 有一些人 它的猫命纹形成原因 是因为流失跟凹陷 又回到这个图了 猫命纹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猫命纹 这个韧带呢 它的下面 它的底部呢 是有一些组织去支撑它的 这个组织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一个叫做DMCF 一个叫DLCF 哇太深了 听不懂没有关系 因为很多医师也听不懂 因为DMCF跟DLCF的观念 是这10年才有的 在以前没有区分的 就觉得 反正它就是脸的一块脂肪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DMCF跟DLCF 这个年龄它会萎缩 它萎缩的时候 苹果肌会变小之外 猫命纹也会产生 这个DMCF跟DLCF 它的位置就在猫命纹的下方 在它的身面 当它萎缩的时候 这里萎缩的时候 它的猫命纹会呈现出来一个 三角形的凹陷 我给大家看一下哦 你看这个是类沟 它有猫命纹 它的猫命纹呈现 就是这样一个三角形的凹陷 这个时候你去滴滴拉提 它的效果就不会很理想 一个东西 它如果凹陷了 你要怎么做 填充 如果它流失了 你要怎么做 流失了 填充 对啦 我本来是想说要讲 凹陷的就是填充 流失了要补充 所以这个时候 像这一种三角形的 这一种猫命纹 你就要用填的方式 把它补起来 它猫命纹就会改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案例 然后更明显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 三角形的凹陷 它当然有合并一部分的松垂 但是它的这一种 三角形凹陷的这一种猫命纹 如果你只靠拉提 它效果就不会好 这一种用填充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最后猫咪纹 有第三种肌肉型 这种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笑的时候 你看它笑的时候 有一条纹有没有 我们放大一下 我以为笑的时候 这一条纹有没有特别明显 有这种肌肉型的猫咪纹 其实它比较少见 几乎都是天生的 而且有一个特色 它通常都是一边比较严重 一边比较没那么严重 我以为你要说通常都是美女 稀有产物 对不起 还有在录影吗 好 对对对 就是你看笑的时候 这个是怎么回事 如果这一类的人 我们在手术当中打开的时候 就会发现 这里有一条肌肉 什么肌肉呢 叫做全大肌 会到这里来 你看我们刚刚说猫咪纹在这 这里有一条肌肉叫全大肌 它刚好跨过我们全公认带 你笑的时候 这个肌肉会收缩 收缩的时候 一收缩的时候它这个纹路就被扯 凹进去 简单讲另外一个 像有一些人 他笑的时候这里会陷下去 这个叫什么 酒窝 酒窝也是类似的道理 酒窝是另外一条肌肉 当他笑的时候收缩的时候 这个皮就会陷进去 像这种肌肉型的猫咪纹 他笑的时候就会陷进去 这个以前也是非常难处理 为什么 你用拉底的有没有笑 没什么笑 你用填成有没有笑 如果你填一般的东西 比如说 你填比较软的玻尿酸 你填一些比较软的材质 它就很容易移味 所以效果也不好 所以这种肌肉型的猫咪纹呢 现在要处理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童颜针 因为童颜针打在这个位置 让它局部的增生较远 去撑开那个沾黏的部位 效果就还不错 或者是打动态玻尿酸 那种对于肌肉型的 纹路效果比较好的 特质的玻尿酸 那效果也不错 那有些人说 我不想一直打针怎么办 那就变成要用手术的方式 去把肌肉跟皮肤沾黏的地方 去把它分开 才有办法去处理这种肌肉型的纹路 所以如果你的猫咪纹 是因为松弛跟下垂 你必须分辨 你是上半部的拳带下垂 压出了猫咪纹 还是你是下半部的苹果肌下垂 扯出了猫咪纹 这个时候你要拉体的目标会不一样 造成猫咪纹的第二种形式就是 流失跟凹线 它的特色往往就是 它会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下垂 它就是因为我刚刚说 深层的DM系肤 跟DM系肤萎缩 像这种猫咪纹 你把它填完之后 它效果就非常的理想 肌肉型的猫咪纹 平常还好 笑的时候特别明显 大家注意哦 随着年龄它会越来越深 笑久了就像那个纸 每天在那一直折折折折折 就算你不笑 也会造成这种纹路 所以肌肉型的猫咪纹 大家特别注意 它的处理方式跟前面两种都不一样 大家以前都会把猫咪纹看得很简单 其实它比类沟要复杂非常非常的多 它在解剖上面的研究 有很多医师到现在也是 搞不是很清楚啊 那这也是这两三年 有很多更多的研究出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哦原来它是这样子啊 那我们知道它是这样子 所以哦我们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还有我们 Birthday 它就有一 Can d'res 我们知道它是这样子 觀感对 有很多 所以我一直讲 看我们节目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 让你自己在辨美之前 你有一些基本的认知 你可以自我诊断 相对的你也可以诊断出 帮你操作的医师专不专业 帮你做的诊所 他专不专业 还是 这个 填充吗 对 打不尿酸啊 这个 就打仪器啊 打一打的东西会刺激 胶原蛋白会长出来啊 很多都是话术啊 所以我相信这个节目 会给大家很多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 对你很有帮助 欢迎你把我们节目转借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会送你一本我的书 这本书叫微整圣经 是电子版的 里面主要是微整 可是会教给大家很多 关于脸部构造的一些观念 那如果你有一些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你不想要在 比较多人的场合 曝光自己的问题 可以私讯我们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拜拜 拜拜 变美的方式 从仪器 注射 微创 到手术 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 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 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 提供全方面的知识 打破商业化的谣言 选择最适合的建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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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